提高华人的投票率 有非常多华人候选人 就提高了投票专车的 免费接驳服务 就是要鼓励华人 可以踊跃出来投票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或者没有收到 这个选票样本的时候 请赶快打电话给我们 那我们会跟你一查就出来了 不需要排队啊什么的 你一去就可以投票了 那就是看您住的地方 一般离您住的地方 不会超过两麦以上 所以就是很近 投票时间是从早上七点 到晚上八点 所以这个时间也蛮长的 就是说你只要有空的话 就务必去投票 廖青考究表示 除了提高免费交通车的服务 也欢迎选民可以结伴而行 一起来投票 选民还可以打电话 来查询各大投票所的地点 自行前往投票 除此之外 民众投票前也要记得 一定要携带有限的驾照 跟填写选票时 也要把土圆形的空格可以涂满 才能够当成有效票